人群剛剛看到是美國前國防部長艾斯培 他評論台灣的這個國防防衛的戰略 而且我們其實很少看到美國現任或卸任的官員 針對台灣的這個問題做這麼大篇幅的一個描述 而且你剛剛看到幾個截取的重點 我覺得因為製作單位截出來這幾個 確實是讓大家發現到說 美國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對於台灣來講 他並不是完全一無所知 當然以艾斯培的這個說法裡面 他當然從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美國需要去重新審視一個中國的政策的這件事情 其實從這個川普到拜登 他們不斷的在做 只是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美國到底具體會在台灣問題這件事情上面 你要做了些什麼事 你剛剛看到艾斯培其實幾個比較大的重點 說第一個說 他們跟盟邦之間的這個所謂的互相合作東西 他不要用公開的方式 就我先私下協調 那這個當然是次王造一個模糊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如果什麼東西都公開了 可能你中國大陸也會知道 就是說我的合作項目是什麼 那我讓你保持一個你也不知道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點名了幾個國家 日本 韓國 澳洲跟菲律賓 事實上這幾個你可以看到 其實包含到原先舊的第一島鏈的那一塊 還包含到了美國後來在印太戰略裡面 把澳洲拉進來 所以我覺得他針對這個 作為中國大陸周邊的這個國家 還是採取了第一個叫圍堵的政策 那另外他其實針對台灣的這個問題 其實剛剛提到了幾個 台灣必須要靠自己防衛 然後呢台灣需要擴大增兵 還講到說我們應該把這個所謂的這個 我們這個GDP的部分 要把它放到國防預算裡面去 老實講很少你看到官員會這樣公開的去講說 台灣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他可能認為台灣在四個階段裡面 必須要有充足的自我防疫的能力 所以他才會有到了那一句講說 台灣必須要靠自己 而不是依賴美國或者是其他國家進來 那當然這裡面有提到一些這個所謂的軍售案的部分 就是說應該台灣要購買不同類型的武器 來應付這個所謂不對勢的防疫 好但問題就回來了 難道是只有艾斯培說用這樣的一個說法 因為他是前的國防部長 你剛剛才提到說 美國現在的這個國防部長叫奧斯汀 他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台海問題 而且他提到了台海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講到一件事 大家現在在看俄物戰爭 過去國內有一些人 會把台灣跟烏克蘭做一個比較 這一次的奧斯汀說法是說 烏克蘭跟台灣其實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時候 引起很多的這個遐想空間 第一個 美國在對於烏克蘭的政策裡面 他其實是會有軍事武器的援助給你 但是並不派兵 那你奧斯汀的這個說法講說 那烏克蘭跟台灣狀況不同的時候 有人會認為說 那你美軍是不是要出兵進來 那當然這裡面還包含到了說什麼 因為他其實有提到說 所謂的類似像培訓這樣一個概念 其實你剛剛看到在 這個艾斯培的說法其實也都有 好那這很有趣 這兩個國防部長把 前後的國防部長把這幾天的新聞 全部串在一起 因為蔡英文借那個美國 來訪的那個議員的時候 是不是也提到了一個說 國民兵跟台灣合作的計畫 其實這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說美國一直有一個 叫做州合作夥伴計畫 那這個夥伴計畫 基本上是在冷戰時期的後期的時候 美國就針對這個所謂的 東歐的國家或者是中亞的這個國家 用國民兵的方式說 我跟你當地的這個政府 當地的一些國家進行合作 然後提升你很多的這個狀況 那現在把台灣納進來的時候 剛剛創下特別提到 比如說以夏威夷宇州 因為在過去曾經有討論過 離我們最近 那其他對於美國其他的州裡面 事實上也有被放到討論 而且這個立委有在立法院裡面去問過 那現在問題來了 一個前國防部長他帶出了這一段 現任的國防部長 其實兩個他的態度是完全一樣的 那這個一樣的狀態之下 大家就會看到說 那你美國現在對於中國大陸 整體的政策到底做到什麼程度 那有一個民調其實還蠻有趣的 這是一個國際非營利組織民主聯盟基金會 跟德國的民調機構 一起針對全世界53個國家來進行調查 那這個調查裡面就提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真的發動 這個還有發生戰爭的時候 那國家對於這個中國大陸 到底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其中有26個國家去支持 要跟中國大陸斷掉所謂的經濟關係 那這個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也看得出來 因為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 那個時候其實吸引了一些的國家 願意跟他合作 但是你看到這兩年的時候 開始陸陸續續有很多國家後悔了 跟你講說我不要了 我要撤出了 我要退出 那這裡面還有22個國家 當然對中國大陸有贈品 但這個贈品看起來 他有些東西經濟是跟他全部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回來看 中國大陸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他做了一件事情 像王毅 王毅這幾天不是去大洋洲 很多國家訪問 那當然他不是遇到很正向的一個回應方式 因為很簡單 我們剛剛提到以艾斯培的說法 他說美國要針對日本韓國澳洲菲律賓 這些我講一下是叫大國家 那個傳統上面在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以前沒有韓國 大家沒有覺得韓國 他現在放進來 中國大陸如果要突破 我認為他其實就找著所謂剛剛講的大洋洲的國家 這些小國家 我就是跟你談合作 我就跟你談經濟 我就跟你談政治 如果OK的話 我可以在你這邊我就插旗 相對的來講 他等於就是突破了這一塊 那比較特別是說紐西蘭的總理叫阿爾登 他去白宮訪問的時候 他其實有提到就是說印太地區有講到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我認為對於周邊國家來講他們其實會從俄烏戰爭裡面看到另外一件事 你看在俄烏戰爭的時候很多周邊的北約國家擔心如果烏克蘭沒了他們國家就是下一個烏克蘭 在這件事情上面再回到亞太的這件事情上面周邊國家其實某種程度會擔心台海如果發生事情台灣如果沒了他們這些國家會不會也等於是一個下一個所謂台灣的狀態 所以你看包含到台海之間因為這幾天有講說我們這個什麼這個海洋研究船利靜號有跟菲律賓的人員一起在南海這個地方進行研究 結果被中國大陸的這個這個海警船然後跟蹤跟燒了 老實講我們跟菲律賓的這個合作關係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有競爭跟合作 比如說南海南海各自都是主權深所國 大家在這裡面其實是有一些主權上面的問題 可是當中國大陸用一個比較強勢跟高壓的態度對付這些南海國家的時候 其實反而讓這些國家全部串在一起